新加坡航空的客機緊急逼降泰國曼谷機場已造成兩人死亡多人受傷。 這事件在5月21日發生,新加坡航空就說客機是經歷強烈亂流。 而根據新加坡航空在Facebook發布的聲明所說, 攝氏的客機是SQ-321,5月20日由倫敦希斯路機場飛去新加坡,途中經歷強烈亂流。 客機之後就轉去曼谷急降,然後在當地時間21日下午3時45分降落。 媒體說到客機是經歷極端熱帶雷暴。 而這部客機在211個乘客18個機組成員。 而且根據網上的圖片、資訊所顯示機艙入面, 雜物在散滿地上,好多架救護車在停機坪等待中。 而這架波音777-300ER的客機在飛行大約11個小時後, 在穿越安達萬海接近泰國時,5分鐘內, 就由37,000英尺高度急降落到31,000英尺,下降6,000英尺。 而機上乘客28歲的阿茲米爾就向路透社表示, 飛機是突然之間傾斜及搖晃,所以為即將發生事做好準備, 突然之間飛機急劇下降。 所有坐在座位上沒有綁安全帶的人即刻拋到上天花板。 他又說那些人頭頂撞到行李艙, 將行李艙都撞塌了,有些人撞到燈及放氧氣罩的位置直接撞穿了。 而新加坡航空曾經被認為是世界最佳的航空公司之一, 亦都是好多航業的標桿, 近年來是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事件, 而這次就是個比較重大事件之一。 希望不要再增加死亡人數。 今集先為大家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